我先给大家介绍了 文件处理以及目录的操作 那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文件的上传 好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笔记 建一个PRP文件 比如说我们就叫万点PRP 通常我们每一集视频呢 都是建这个作为课件的 文件上传 文件上传呢 其实咱们在网上呢 并不是少见的内容 比如说添加商品的时候 上传商品的图片 你注册用户的时候 上传自己的头像 这都需要文件上传 那特别是你做一些内容系统的话 需要让别人下载 你得上传东西 让别人下载 所以呢 很常见的形式 那文件上传呢 其实又分为 单个文件上传 和多个文件一起上传处理 其实它两个处理方式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多个文件上传 是以数组的方式 所以呢 它处理也相似 所以不管单个上传和多个文件上传 那么啊 我们都分为正几方面编写 肯定上传的时候 我们得有一个上传的界面 所以呢 第一方面 就是上传 表单 需要的注意事项 然后第二点 也就是上传的 跟我们配置文件的一些默认值啊 或者我们的所使用的值 有关联 所以第二点 我们要处理的就是 peerp 配置文件中 和上传 文件 有关的选项 我们得稍稍改一下 或者不改 我们看默认值是什么 也得处理一下 那第三点呢 就是peerp 处理 上传的数据 分成三方面 向大家介绍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呃 配置文件 跟我们文件上传的关系 在哪 所以我们这个有可能说 放到第一项 这是第一项 我们先改一下 这些是无所谓的 都是我们认识就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配置文件 再吸盘一下 windows下 好 我找到我的peerp.ni 这个文件 找到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把它打开 我们找一下 跟文件上传有关的配置文件中都有哪一项 我们搜一下 比如说 嗯 file 看一下 这呢 这个选项 我们必须开启 所以呢 我们在这记录一下 你看一下啊 跟配置文件有关的 file up r o a d s 这个选项呢 我们得 如果想文件上传 你这个项目中有文件上传 就必须把它开启 因为它是确定服务器上传的peerp脚本 是否可以接收文件上传的内容 如果你关闭的话 那你乘写的再对 我们也上传不上来 对吧 然后 这个 上传的最大尺寸 那这个上传的最大尺寸是多少呢 那就看你这个值指定了 那可以指定照 比如说 我就上传一些图片 那么有两兆就够了 对吧 那看系统默认多少 这个呢 是配置文件制 你不管你客户端写的大 或者成本里判断的大 总之这个值不能超过这个 你配置文件中指定的最大文件上传的值 这个属性 这时候我这默认是200兆 那这个值最大呢 指定多大 比如说上传电影 那有可能是 呃 一个G啊 或者两个G啊 上传很大的一些视频文件的时候 你记得 这个大小 这个大小不要超过你系统的内存 你看 最大 不要超过服务器的内存 比如说内存是一个G的 那我有可能限制800 那就最大了 对吧 不要 有到上限 不要超过自己内存 不然的话上传上传不上去 然后只要我一点提交文件就上传了 那上传上去的数据 他临时存在什么位置 所以呢 这会儿 这个你看 没开启 前面用分号注释呢 有个这个选项 你看 tmpdr 你看 有个这个 就是上传文件的一个临时路径 那后边我可以写上绝对路径 比如说C盘下边的什么什么 A 就是upload 什么什么路径 但是这是临时的路径 也就是这个路径 当然了 pp乘语是必须可写的 咱们真正的上传路径呢 并不是说我一上传到这 在这里边 他永远在这了 比如说系统里边有很多临时文件 你不指定 他是用你操作系统默认的临时目录 就像我们说了 我有一杯可乐 有一有一瓶可乐 有一瓶雪碧 我想把这两个中的两个瓶子中的水对掉一下 你这怎么办呢 那你肯定得拿第三个瓶子 这样才能把两个 到了第三空瓶子中 再把这个可乐倒到雪碧瓶去 然后呢 互相调换一下 所以就会产生一个临时的瓶子 那这两个瓶子换完之后 那临时内容就不要了 所以呢 上传路径中 比如说一点表单提交 也会把文件上传到服务器上 但是呢 如果我不考 把这个文件考出来的话 拷贝出来的话 也就复制出来的话 那么或者移动出来 那这文件随着我脚本执行完之后 他也会删掉了 所以在我脚本结束之前 一定要拷贝出来 所以这个也没有标志 等用系统临时的就可以了 好 我们展学这几个属性 那我们看一下 文件上传的表单 需要注意什么 假如说我在这里边 随便定一个表单 比如说 foam点 嗯 叫试图吧 点html 一个界面 看一下啊 先写最外一层标记 html 头 写上 就直接写了 file 文件上传 那我这会儿得写一个action 表单提交到什么位置 就把什么文件提交到什么位置 比如说 我这会儿写 啊 up rod up plot.prp 提交到这个位置 所以表单上传 咱们最先一定要知道的这个属性 你必须改的有这么几个 你看 表单的 提交方法 必须 得说 如果 有文件 上传 操作 那么 表单的提交方法 必须是post 咱前面说了 表单提交呢 有什么 有ht 有那个ur get 还有htb post 所以呢 我们这个必须得选用http post的方法上传 所以呢 我们这块必须改成 method 得改成post 你这块不能用默认的get 因为get是用ur传递的 就在地址了 而上面 那个地址不够不够大 他最大才8192k 对吧 所以这会儿我们必须得是post 干呀 这是post 我们先写这个第一点要注意的 这是表单上面上传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 那好 比如说我这里边是做一个 呃 添加商品 那我想上传商品图片 对吧 shop名 商品名 input 类型等于 test st 然后name 等于 shop name 然后 嗯 直接就写这两个就行 然后shop价格 好 也是文本的 名字 第二 然后呢 商品的数量 类型等于 也是文本的 名字等于 num 那假如是上传商品 假如说我添加商品 那当然还有一个商品什么 商品图片 你看这个就是用 商品图片 那这个就需要用什么 类型 就需要用file类型的 你看一下 所以这里边要注意 第二点 表单 上传 需要 使用 嗯 类型 为 file的 表单 这第二点 需要注意的 你看 有了这个 然后我得有什么 踢脚按钮啊 input typ 类型 等于 submit 值 等于 嗯 随便写一个 我做一个值 等于什么 比如说 添加 商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表单什么样的 我们打开 lock host 然后这里边写上 嗯 我们的访问地址 比如说 phone 点 rtml 哦 错了 那个叫 回车一下 看一下叫什么 叫 view.rtml 你看这里边有了 商品名 比如说ibm 价钱 然后呢 数量 你看我这浏览 这就是file标签 我们需要做的 比如商品图片 是这个蘑菇 你看一下 然后一点添加商品 这只是选择 只有点表单 提交的时候 他才随着表单 提交给服务器 是这样的 所以 咱配置文件中 还需要一个属性 你看一下 文件上传开启 这会指定是文件上传的 最大尺寸 那么我还需要指定一个 你就这个 你看 post post 最大值 看到了吗 最大的尺寸 也就是 我只能说文件上传 提交 必须得用post 来提交 那么也就是这个点击 添加商品的时候 整个提交过去之后 除了有文件上传 还有上面这几个输入块呢 整个表单的数据 往服务器提交 都是post 所以呢 这个尺寸 一定要大于 刚才咱们指定的什么 那个最大的文件上传的指定 也就是这个尺寸 看啊 在这块 也就是这个尺寸 一定要大于这个尺寸 上面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只是一个文件上传 在表单中指 它只是一部分 那这个表单中 除了文件上传的表单之外 还有像商品名称 价钱的数量啊 这些加一起 都属于这个的指 所以呢 它的值一定有大于文件上传 那个值才可以 比如说咱们系统 这个是200 那我这个是250 所以呢 这个是大于上面这个 这要知道啊 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 上面这个值大的话 那有可能你传一个临界点的 有最大的一个数据的话 那有可能就上传不上去了 因为你这个允许最大值 但是表单又限制你了 不能有这么大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要 呃 根据你项目 呃 任意的去改值 但是呢 要知道这个规律 哪个最大 哪个最小 好 那现在咱们上传呢 其实就跟那个呃 配置文件没关系了 我就把配置文件关掉 配置文件就这么几个选项 需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文件上传 那表单里边 咱们写这些两项了 那文件上传 我们怎么接收呢 咱们说了 呃 客户端如果将数据交给PP的话 咱们如果用get提交 咱们用全局数组 $下方线get获取 如果用什么 post提交的话 咱们用$下方线post获取数据 那现在这三个数据都给我了 他提交到服务器的页面 咱们也看到了 是提交到这个页面 upload.prp文件 那在这个文件里边 我就接收一下 你看一下 我输出一下 pre 再输出一下 斜盖pre 原型输出一下 你看 我这里边必须使用post的接收吧 因为怎么呢 因为我客户端表单里边 提交的就是用post的方法提交过来的 所以我这用post接收 那好 接收到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可不可以 刷新一下 好 我浏览一下 随便找一个图片 现在商品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过来了 这过来了 那没有过来这个什么 input都没过来 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名字 比如说我起个名字 name等于叫做 pic 图片 pic 大家好 我们这边再来 返回一下 再浏览一下 我得刷新一下 因为改了是表单 所以页面刷新一下 这块随便写值 你看 浏览一幅图片 添加商品 你看这块 指定的是地盘下 我的文档下边什么什么什么点 pn记 看到了吗 指定的是这个值 那文件上面上传上来呢 没有 记住了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这里边 看好了 还有一个要需要注意 上传表单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我们添加这个 传输类型的时候 也就是 必须将这个 表单中的这个标签 第三点 这点一定要注意啊 不然就是经常出错的地方 叫enc type 一定要给他改成这个值 他一共就有俩值 这个属性 只有文件 你看 只有文件 上传时 才使用这个值 其他情况都不用写他 用默认值就可以了 只有文件上传改成这个值 那改成这个是干嘛 是用来指定表单编码的数据方式 你看 用来 呃 指定 表单 呃 编码的数据方式 让服务器知道 让服务器知道什么呢 我们要呃 传递 一个 文件 然后 并 带有什么呢 呃 并带有一些 常规的 表单信息 是这个目的 所以 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就必须得加这个了 你看 其实我们不加这个 你现在这看不出效果 看不出什么效果呢 我现在就没加这个的 你看到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 其实呢 我有文件上传 就把这些表单 其实分成两种 一种是非文件文件上传的数据 这个我们用postpost来接 如果是文件上传的数据 所以PP处理的时候干嘛 你看 如果是 文件上传的数据 则 使用谁啊 道乐福下发线 files 处理文件 处理上传的文件 处理上传的文件 而这post的呢 他用来接收什么数据啊 接收 非 上传的数据 所以我这个表单界面既有上传的文件 也有非上传的表单数据 所以在服务器端 我得用两种接收 都什么 这个用来接收 表单上传的 你看啊 这个 files 所以在服务器端 你要接收文件上传的分开处理 一种是表单上传的 一种上传 呃文件上传的一种是表单的数据 得分开写 那么分开写的用两种数据来接收 那现在你看我没写那种传输方式 我现在我这里边浏览一下 你看第二数据就有可能是空的 你看啊 第二数据是空的 还是在这个数据里边 文件上传 还是随表单里边 那个跟文本信息一样处理 那我们在服务器呢 要他个路径有什么用啊 对吧 我们要的是上传后的这个文件呢 所以 现在是没有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Dollf下号线file中 没有数据 也就是你看这是打印的第二数据 这里边打印的是空的 那证明你没有加刚才他说的 传输编码方式 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加一个什么 enc type 等于加是这个传码编码方式 啊 for DT 一定要加这个 再去看一下 我在同样的执行一下这个 你看第二数据有没有数据了 再浏览一下 既然是表单 我改的表单 我得刷新一下 好 随便写数据 浏览 比如说 我随便找一个图片 听见 这回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pi7那个属性在这里没有了 而跑到这个里边来了 看到没有 跑到这里边来了 这也就是我们表单里边必须写的 你不加这个编码方式 服务器不知道是文件上传 也就不知道用它去处理 但是一旦有文件上传了 我们在服务器单就得用两个接收 一个是专门接收一些非文件上传的数据 和以前的写法一样 比如说接收到的值插入到数据库里边 然后这文件上传处理 咱们得把它处理到某个路径下就可以了 好 既然我们现在知道表单怎么写了 现在也没问题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表单里边一共有什么数据啊 你看一下 我把它粘过来 呃 粘到这来 这个数组里边是什么数据 你看 上传表单里边有个这个名称 就是你上传的文件的文件名 然后这个呢 是文件的MIME类型 通过这类型我们可以做 一会儿我再详细介绍这个类型吧 这个你看 我在配置文件里边 刚刚才说过了 上传文件是不是得指那个临时上传目录啊 我没有指定这个目录 所以呢 他用我的系统临时目录 已经把这个文件上传 并拷贝到这个临时目录下了 这文件名不叫喝点jpg了 而叫prp68.tmp的一个临时文件了 所以必须得把它考出来 我们才能用 办到这脚本真结束 他也就随之删了 然后这个是判断有没有错误的一个错误号 这个是文件上传的尺寸大小 上传文件大小 那 咱们就怎么处理啊 其实很简单 现在你在这会儿直接把它拷贝到哪个目录下 命运名成什么名 也就完事了 对吧 但是我们要详细处理一下 这个你看到了这个数组 里边是这样的 那如果上传多个文件呢 咱们说上传有单个文件和多个文件呢 其实跟他道理是一样的了 怎么一样 只要表单这块 我这块加上个综括号 让他形成数组的形式 你看四个 所以我在这会儿刷新一下界面 你看一下 然后我上面名称随便写了 浏览 我就随便找几个图片 你看一下 添加商品 好 看到了吗 名称还叫PRC 但是PRC里边的内母又多了四个 里边有四个 所以编例就行了 第一个名 第二名 第三个名 类型有四个 每一个类型都是GF的 临时文件有四个 然后 错误号有四个 尺寸有四个 所以呢 就变成了三维数组 三维数组 所以你看呀 这是多个文件上传是一个三维数组 我也把它复制到这块 给你对比一下 你看原来是二维数组是处理一个文件的 现在是三维数组 你看在原来的每个基础上 你看名称基础上就分成了四个 类型的也分成四个 所以呢 那咱处理多文件和单个文件一样的 你只要会数组的便利就可以 咱们假如是会一个处理了 那你会数组操作就可以会多个处理了 所以咱们还是以一个文件处理为准 好 我现在把这几个再删回去 删除 再留 这一个把这个名称去掉 就叫PI新 所以它现在的数组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上传的时候 如果你什么也不处理 你在服务器端 有这么几个步骤啊 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接受文件上传的 别的我什么也不管 如果什么也不处理的话 你只要会什么 会将 临时 位置的 文件 只要怎么到 移动到 指定的 目录下 即可 这就上传完了 怎么个移动方法 比如说咱们不学过 拷贝吗 我就简单一下 你看啊 COPY 拷贝 将什么呀 将我上传过来的 不是Dollof下 File下边的数组里边吗 对吧 那这里边不有一个 TMP临时的文件吗 对吧 把这临时文件拷贝到我指定的目录 比如说当今闲上下 Upload 这个目录下 名字叫做AAA.GIF 就可以了 就把这文件考出来就可以了 其实也就完成了上传了 但是为什么这速度了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啊 所以咱还有其他的事 我干 比如说 第一步 要干嘛 比如步骤一 步骤一 使用 Dollof下落线 File中的 不有个EROR吗 使用这个去 检查 错误 检查有没有错误 使用这个数行 那检查错 假如说没有错误 咱们再允许往下走 对吧 有错误的话 咱下边执行拷贝干嘛呀 对不对 那 第二点 我们要限制文件上大小 因为配置文件一般的值都是 你因为你一个项目里边 有可能有多个文件上传 你不管什么定位文件上传 不能超过配置文件最大值 但是某个当个设置 你只在城里边指定 不能上传多大的话 你可以在这指定 比如说 使用Dollof下落线 File中的 哪个 当然这块前面必须都有什么 表单名啊 这个数组咱们也可以看到 你看一下 你看 前面是什么 表单名的 这个名字 表单 就是PIC PIC是什么 PIC就是我这里边的表单名称 我随便起的PIC啊 对吧 我这要起MyPIC 那就是 你就得叫MyPIC 对吧 我这随便起的一个三个名称 所以呢 我在这块 其实这块你得加什么 PIC下边的错误 因为有可能有上传多文件 你这块名称不一样 那处理起来就不一样 对不对 都用他这里边的size 对吧 限制大小 限制大小 单位是字解 单位字解 比如说限制一兆的话 其实它等于什么 这是一千个字解 对吧 这也是一K 然后再加三零 一兆 大概就一兆 你不用说1024乘1024 对吧 这两兆呢 到这加个二就可以了 对吧 处理 好 限制了大小 你这块线 你可以用这个 然后你还可以怎么办 这一步 第三步 第三步 还要使用道路下路线 files里边的 这名称下边的 但名称就什么都行了 typ这个 或是文件的 扩展名 或是文件的扩展名 怎么的 限制类型 你不能说要求用户 上传一个商品的图片 你上传一个文本文件 或者一个word的文件 那就不太好了 所以只要他上传图片信息 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为了安全 还有第四步 干嘛 将上传后的文件名 改为 改名 你不能用原来的名字 因为别人能猜到你这个上传的目录 是在哪 对吧 然后呢 假如说上传的 呃文件名 你没有改掉的话 他有可能会把这文件找到 然后就执行在你服务系统 比如说 假如说你这个类型没限制好 别人要上传一个呃 pp文件 那假如说把pp文件系统上传上去了 那他肯定一猜就是 有可能他会猜到是 那你当前目录下的什么 upload的那个目录下 那他知道这个目录 他有可能就去访问这个目录 用浏览器 然后执行到这个pp文件 那想象一下 是不是就不太好了 所以上传的文件名 让这个用户 不管谁传的文件 你要让他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下 就算指的位置 一般的假如说用的话 都指的位置 你也不知道他 让他叫什么文件名 才可以 所以在网上你当的图片呢 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你看通常都是什么 通常都是一堆乱码的文件名 或者是什么 一堆数字的文件名 总之不是原来的文件名 对吧 所以咱们最好是改文件名字 那如果这会上传的是 假如是图片信息 如果上传的是文本信息呢 你最好把这文件用 咱们前面不学过文件处理了吗 把这个文件打开 然后呢 把里边内容都读出来 然后过滤掉里边非法的标签 比如说而且标签之类的 总之保证你服务器最安全 不然的话 别用文件上传 上传一些非法的文件 病毒之类的 那么就会破坏你系统的 系统的东西 咱们既然分这几步了 咱们看一下 第一步检查错误 怎么检查 现在咱看一下 这个错误号 你看这会咱们输入错号是零 那他一共有几种呢 好 我们把这个打开 比如说找些手册 你都能找到这个东西啊 看 我们找一下文件上传 好 看到这了吗 文件上传 文件上传的时候 我们专门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错误代号 你看这里边不有用户的文件名 类型尺寸都一一介绍了 这块就有一个什么 你看错误 这个错误号 这个错误号呢 都对应一个长量 当然你用这个数值行了 这个长量其实就是零 这个长量其实就是一 这个长量就是二 所以咱们用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可以了 其实咱们到四六和七 咱们以上的根本都用不上 咱们就其他错误就可以啊 或者未知的错误 你看 零表示没有发生任何错误 那就表示文件上的成功 这些值都是大于零的 那都是有错误的 一表什么错误 二表什么 三表什么 四表什么 六表什么 七表什么 那咱就可以这么验证 你看一下 我可以这样判断 如SWITCH switch case 你看 这样吧 先正判断 如果$下发线files里边的PIC里边的错误号 你看 如果大于零 咱刚刚看到零是没有错误的 是正常的 如果大于零都是错误的 你看一二三四六七都是错误的 所以大于零就是错误的 那大于零我就怎么的 我就直接退出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想给用户提示 他不知道哪错了 他每一次都上上存同样的文件就麻烦了 所以呢提示他说你这文件哪哪错了 那他一看这个地方错了 他就知道换别的文件去上传了 所以咱们用这个 提示匹配一下 到了下文件file 如果是1我们看下怎么怎么个错法 如果是2我们看一下什么错了 如果是3我们再看怎么错了 4提示什么错误消息 如果7达6和7达就不写了 default就行了 这块输出 输出比如说 未知错误 好 那看一什么错误 这块 没有 一这块上传的文件超过了最大 这个最大值 这个最大是什么 最大值 看一下输出 上传文件超过了配置文件中 咱说了配置文件中 这个是限制最大文件上传尺寸的 咱们在这写过 重点说过这个属性 你看配置文件中这个指定200 超过这个值不行 但是200呢 除非上传视频之类的 能超过这个 否则其他超过不了 那如果是第二错误 是什么错误呢 看一下 上传文件超过了表单中 他的值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两个超过了范围啊 你看 RT表单中 他的尺寸 那这个什么 我把它复制一下 你看 最大的文件尺寸 这个什么意思 是在表单中有一个隐藏表单 在这 你知道 input TIP 类型等于 HIDDEN 然后 名字 等于就叫做这个值 然后 值也是自己啊 比如说 一兆 这是1K 再加30 这是一兆 那这个什么作用呢 假如说 呃 服务器中 允许我们上传是200兆 但是呢 其实我们 后台限制呢 就是人也在上传一兆 那么到200兆文件 如果你不加这条语卷的话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因为比如说网速比较慢的话 上传10分钟了 那都上传几十兆了 然后最后服务器一看呢 不能超过200兆 或者不能超过什么最大值 那这个时候用户等了很长时间 然后再告诉他不能超过一兆 而这个能有什么好处呢 用户 上传一个比较大的文件 一看超过这个 传递了一兆的东西 他就马上会提示你 说不能超过一 这个最大尺寸 所以表单之后 直接就提示了 不要等用户上传了一个小时 还没上传去呢 然后提示他文件太大 让他可以很快的提示出来 但是这个能不能真正的限制用户 不能够 真正限制住用户 不能超过这个最大值呢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表单是可以伪造的 也就是现在假如我伪造一个表单 然后我去把数据提交到哪个服务器 这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啊 但是我自己伪造的表单 我就不给自己找麻烦 我就不写这条一顿 也假如说我把数据传给百度 如果百度呢 我知道他用什么参数的话 我完全可以自己写个表单提交到哪个地方 只要把对位置改一下就可以啊 就可以任意伪造表单 但是我这名称要写对就可以 对吧 就可以上传上去 所以表单是可以伪造的 所以他的作用不能真正的限制用户上传的大小 只是一个君子的提示 就防止你上传太长时间 然后怎么的 上传不上去 你等待很长时间 他不会 马上就会提示你说 超过了这个最大值 也就是表单 不让你上传这么大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大家要在这里边写一个隐藏表单 是名字必须叫这个值的 然后这里限制能大 这样的用户上传就不用等待了 所以这块也是 呃我们表单里边 呃 建议你去写啊 并不是说必须的 建议这个建议使用他建议添加一个这个表单中这个隐藏表单 然后值呢 单位是值的 单位也是自己 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个值 那第三个值 那以后这几个值都好理解了 第三个是只有部门上传 上传一半就上传不中去了 对吧 这个时候gout只有部分上传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什么 没有文件被上传 没有文件被上传 如果是零 假如说直行到这块 那没退出呢 就是这块写上没有错误 你看一下 是输出没有错误啊 还是其他的 假如说现在我后退一下 小心 现在我就上传一个嘛 上面等于我就不写了 因为用不到 我这块只用到谁啊 这文件上传 你看啊 我传个小文件 肯定说没有错误 那假如说我这块不传文件 他就告诉我哈 没有文件上传 是错误的 那假如说我做一个很大的文件呢 我找一个 比如说 找一个很大的文件 这都不大 这个大不大 92到够大 好 提交 好 提示我 你看上传文件超过了rtmr这个值 你看 很快就提示我的 对吧 我的92到没等全上传完就提示我了 很快就提示我了 超过那个最大值 所以这块 我们要加这个属性就比较好了 所以这是第一步 咱们上传的时候 用这个检查错误 那咱看第二步 这个大小的限制呢 比较容易啊 因为我们之间你看输出一下 这个文件大小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下号线 files 比如说上传的表单名称 size尺寸 你看一下 我直接就可以看到大小 然后用它判断就可以了 比如说浏览 找个图片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 任何一个文件都可以啊 你看 添加 这输出了 24485 和这个图片真实大小是一样的 是一个字解 所以假如说我让它不超过 不超过0.5兆 那只要我在这块 假如说我做一个变量吧 一个最大尺寸 等于 假如说 嗯 这三零是k 50 这是0.5兆 你看一下 所以我这块只要这么写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尺寸 大于最大的尺寸 然后我这块就可以输出 文件 啊 上传的文件 太大 不能超过 这个 字件 就可以 加上大括号 然后在这 退出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 很容易就限制大小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如果输出下边这个 文件 正常 那输出到这就文件正常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返回一下 浏览一下 比如说我随便找个文件 还是这个 你看文件正常 但是我找超过这个文件的 还不超过表单大小的 比如说咱找一个大一点的 看下这个多大 啊 这更小 嗯 这个呢 1.6兆 这个连表单 那个都超过了 没有太合适的文件 那我小点写着吧 嗯 哎 170K 这是50K 我现在限制是50K 那这样的文件都可以 你看啊 天家 上乘文件太大 不能超过这个 这是五 其实这是50K啊 50K 这么大小 你看一下 所以很容易限制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文件的类型 文件类型呢 我们有两种限制办法 一种是使用这个 一种是使用扩展名 那什么是 他这个是什么类型的 是MIME类型 MIME类型 MIME什么东西呢 是什么多功能 什么邮件传输类型 他分大类和小类 比如说我一写几个 你看啊 Image 图片的GF IMEG Image J JPEG Image 你看啊 PNG 这都是图片格式 前面是图片的什么类型 图片的什么类型 这个类型只有在传输过程中 才会出现 所以你在服务器直接获取文件 这类型是 也可以获取到 但是那函数呢 配下来比较麻烦 他正好是表单存熟的时候 传到服务器 才能获取到这类型 看一下 那包括我们前面常见的什么 文本的RTML 文本的CSS 文本的XML 所以我们想上传文本文件 只要看前面这个类型 是什么就行了 那一共有多少个MIME类型呢 你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Apaq 看一下Apaq 找一下 在Apaq的配置文件目录下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MIME.typs 这个这里边有所有的MIME类型 比如说我现在想知道 呃 PNG 你看 你卖着PNG 这些都是图片的格式啊 对吧 然后比如说 我在搜什么HTML 你看 文本的RTML 对吧 文本的CSS 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只允许上传文本 或者只允许上传图片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看啊 怎么 怎么分 我先用 list 先分成大类型和 小类型 DL和XL 大类型和小类型 谁啊 将EXPRODE 分割 用什么分割 用这个斜线 刚才能看到 类型都是这种形式的吗 Image GIF 或者是Image PNG 这种格式 中间都有个斜线 按斜线 将谁分割啊 Doll Files PIC 里边的 TYP 你看一下 分割成大类型和小类型 对吧 那我这里边只要大类 不要小类 所以呢 我只要判断 如果Doll Files 你看 不等于 Image 不等于这个 那我就输出 嗯 请 上传 一个 啊 图片 嗯 不 允许 其他 类型 文件 你看一下 然后我退出 这样的话 你看我只要上层是图片就可以 不是图片就不行 好 返回 浏览一下 找一个小点图片 你看这个也是图片 这太大了啊 这又超过50兆了 这个57个字节 这个 可以 天家 你看文件正常 对吧 那我也找一个小图片 但是假如说是文本的 你看一下啊 我新建一个吧 你看文本文件 我把这个 减加过来 请上传一个图片 不允许其他类型 就可以限制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种限制呢 不太好 为什么说这种限制不太好呢 因为它虽然限制的是图片类型 但是是所有图片都怎么的 都允许你上传 所以呢 有的时候咱可以通过什么 可以通过 嗯 可以通过 再通过类型来判断 假如所有图片都能上传 因为咱们PRP都知道 以后咱们会去同样处理 同样处理 在安装GD库的时候 它只能处理有限的格式 比如说缩放啊 加水印啊 对吧 比如说 它能常处理的是JF PNG JPG 这几种类型呢 它是常见的是可以处理的 有一些特殊的图片处理类型 它是处理不了的 比如这里边 我找一下IMAG 你看 图片有这么多种类型啊 看一下 有一些格式 咱GD库是处理不了的 也就是你在安装GD库的时候 你通常就只安装这三种处理方式 图片的处理方式 所以咱们最好用后缀名来限制 比较好 那后缀名怎么获取到呢 你看啊 我这个 我也 再来一下 是图片类型 你看啊 不是图片类型 退出 否则 是图片类型的 否则这块不是图片类型的吗 你看 再如果一下 是图片类型 咱判断后缀名 所以咱先把后缀名 假如是这个大的先过一关 是不是图片 是图片 我再通过后缀名来限制 如果你要他什么文件都可以 但是你就允许的这种类型来限制 你就不用外边这层了 所以这两个也没有必要两个都用 退回 退回一下啊 我这话还要把它注视掉吧 我就不在那些 我还是用后缀名来限制 那文件的名称咱都知道在哪呢 你看啊 在导了符下号线 file里边的啊 pic下边的这文件名 通过文件名 咱们就能取出来后缀名 你看一下这文件名 我现在 随便浏览一个 因为我现在还没限制类型的 所以你看一下 bg.gf 那用点来分割不就后缀名了吗 但是用点来分割呢 有的文件是双击后缀 比如说 这样的文件 啊 比如说这样的文件 hello.inc.pp 所以用这个分割的后缀名 那有可能你会怎么的 你会用到后边这两个 所以呢 咱们分割的时候 防止这种多个点的一个名称 咱可以这么分割 你看啊 c.e.x.p.o.d.分割谁啊 按点 来 将这个文件名分割 我转译一下 万一点有一些特殊的意思呢 然后不就形成一个呃 数组吗 对吧 然后我取数组里边最后一个 作为后缀名 比如说后缀就等于 使用什么 数组里最后一个怎么取呢 ar ararar总括号 里边 c.u.n.t 个数 ar数组的长度 减 一不就是最后一个吗 你看一下 然后我现在输出 arar hz 这回你再看一下 后缀名是什么 刷新一下 嗯 按点将文件名 分割到数组里边 然后 数组长度 减 一 保存了 哎 怎么没有后缀名呢 让我看一下啊 输出 后缀 应该是咱们没有重新上层文件 直接刷新的 好 咱回过来 哦 这会儿啊 点下视图 你看 咱重新选择一些文件 你看啊 选择 比如这个 添加 文件正常 哦 我这刚才把那个删掉了 输出 后缀 你看啊 这会儿我们看一下 浏览 选择一下 jpg 添加 你看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jpg 哎 这是文件的全称啊 我要只要后对名啊 等一下 我再重新选择一下文件啊 gf 天价 哦 这个删掉 我按斜杠分割 按这个斜杠分割 把按这个点分割 好 天价 你看后对名 jpg 刚才不用加那斜杠转译啊 好 jpg 有了 我再试一下 为了防止万一 我再随便再找后对名 你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太大了 咱找一个小一点的 比较偏激 好 偏激就有了 就这后对名了 然后我在这块 你看啊 有了后对名了 我就可以判断 假如说我允许的 上面这块不是允许大小吗 550k 这块允许类型 大了幅 alow low ow 允许的类型 比如说 我做一个数读 我只允许上传 png的图片 gf图片 jpg 或者是后对名是 jpeg的图片 假如说只允许上传这几个类型 那就可以判断了 如果 i n a r a y 判断 后对 提出来这从文件名提了后对名 在不在 这个数组中 如果不在这个数组中 然后输出 这是不 嗯 允许的类型 这是不允许的类型 然后退出程序 好 最后看一下 你看我只允许那几个类型 我现在选一些其他类型 假如说 你看一下 啊 gf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没有输出任何错误 这样的话我就能控制什么类型了 比如说bmp这个 啊 这文件太大了 我这块 限制一些 这个 再加个零吧 再加两零 不然的话 咱们这些文件都大于50k 比如说 嗯 jpg的 哎 这个旁边有一个bmp的 你看啊 这文件也太大了 比较单 这块 我这也得加两零吧 大一点 不然的话 这些文件都超过这个范围 咱就不好做实验了 刷新一下 啊 浏览一下 比如说 我上传一个 bmp的 这是不允许的类型 就提示我了 所以我认为 这种限制类型比较好 能确定只限制哪一种 因为咱们 呃 给咱们直观的感觉 一般的类型都是看后对名 而你对这mme不怎么理解 另外mme限制的类型太大 单独限制某几种后对名为图片的 那就这种限制最好了 对吧 好 那都限制完了之后 既符合大小又允许的类型 那我才开始将它拷贝到我需要的地方 对吧 那我在拷贝之前呢 我需要咱说了上传的文件本身现在他就存在哪个位置下啊 就存在这个临时位置下 比如说刚才那文件名在我们系统没改文件名的时候 他本身已经叫这文件名了 其实一点提交就在这呢 但是什么时候消失呢 当我这个上传这个脚本执行到结尾的时候 如果没考出来 那他就这个文件怎么的 自动也就跟着删了 临时的吗 那我在这脚本结束之前的考出来就行 那如果考成原来的文件名 你看我考成那个文件名 如果不变的话 这是很危险的 你看我拷贝的时候 我先执行这个移动吧 我先不执行改名 你看啊 移动 这移动呢 我首先要判断 因为他都在哪个位置下 都在这个位置下 你看啊 吸盘一下临时位置 它是一个临时的文件名 那在文件下有可能有一些 呃其他的文件 所以呢 咱们得先判断一下 先判断什么 是不是上传文件 所以现在的判断 用这个函数 呃 A子下号线 up load ed file 这个函数呢 你在pp手册里面能找到 在这下边啊 你找一下 文件处理 文件系统处理之后 错了啊 文件系统 你可以找到这个函数 看这呢 判断文件是否通RTV post上传的 那如果反为真的 那他就是通常上传的 这个呢 用于防止潜在的攻击者 对原本不能通过脚本交互的 一些文件的进行非法的管理 那这可以用来确保恶意的用户呢 无法欺骗脚本去访问 不可能访问的文件 对吧 比如说 嗯 再拧一下的什么 一提一下 password 这样的文件 对吧 那就不是上传文件 所以他有可能欺骗 把你系统什么文件 拷贝到 某某地方去 所以呢 咱这个地方 咱们就使用这判断一下 所以这会加上 如果谁啊 大陆下号线 files pic下边 里边的 通过什么 这个tmp name 这个临时文件 也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 如果上传文件的临时文件 会是这样 会是这样的名称 临时文件 将这个临时文件 如果原封不动的拷贝到 某个目录下 比如说 如果他是上传文件 这块写个否则 你可以输出 不是一个 呃 上 呃 上传 文件 如果上传文件呢 我们不用拷贝的函数 也不用 rename这个移动的函数 我们用什么 因为pop里边 专门给我们提供了文件 上传移动的函数 就是跟这个挨着的 你看啊 移动文件上传 这个将上传文件 移动到新位置 什么文件名移动到哪 就可以了 那我假如说 我把它移动到 我当前目录下 我叫这个 叫做 up roads 当然文件名 你最好隐蔽一下 就是 不要叫这些通用的名 这样别人能知道 当然你叫什么名 假如你放图片的话 你图片下载到前端 那么 用户都能知道啊 好 这样 那我也可以判断 他呢 移动成功也是真 所以我这块就写 如果用这个 呃 m ove up load ed file 你看啊 将这个 临时文件的 必须得在脚本结束之前 pic 把它移动出来 不然的话 它就被自动删了 移动到哪呢 移动到 当前目录下的 up roads 这个目录下 假如我叫什么文件名呢 还叫临界这个 file pic name 你看还保留原名 如果移动成功的话 那我这块就写 输出 啊 上传 成功 否则 我就写 上传失败 这是过程化 一个上传的东西啊 上传 失败 你看 如果我这么写的话 它也可以 但是呢 就是保留原名了 浏览一下 假如说 啊 就这个 当着jpg gf啊 哦 我这是71行有个错误啊 71行 72 71行 看一下哪错了 上传文件 doller file 如果 这个文件是上传文件 这块少了个括号 因为 这个函数有括号 一复一却还有个括号 所以这块少了一个括号 好 重新再试一下 随便找个图片 比如这个 好 上传成功 那么我们来这块 看一下这块 目录下 你看 就有这图片了 我缩略图一下 就有了 名称还叫这个 没有变化 但是这种呢 别有可能就访问到这图片了 比如说 他攻击手段 他就猜 你在梦中应该是 up road 下边 然后他上传的文件 他上的文件叫 download.gf 你看 他就访问到了 如果上传pp 他支付直接就访问到了 对吧 所以很危险 那我们上传之后 让他自己都不知道名字是什么 以这个为准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是原型的文件 这是根据你程序的设计 你要自己需要原型文件原名的话 就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如果有的时候 你看随机文件名 那我就做一个随机文件名 随机 就这个上传的目录 上文件的pass路径 等于比如说是当前路径下的up loads 对吧 那我随机文件名 啊 rind rind 随机名 随机名等于什么 你看 我用 dte 用 因为你怕他聪明 然后还想知道这文件什么时间上传的 那么用这个方式最好 年 年 连接 dte 这时间处理函数的时候 年月 再连接 dte 年月 日 这样就是哪年哪月哪日上传的 十分秒的 那你想看你想不想要了 假如你想要的话 小时 然后 dte 哪分 dte 哪秒 那如果用这个年月日十分秒这种格式 那么可以做文件名 但是如果在同一秒钟之内 同一秒钟之内 你想想如果上存两个文件呢 同时文件的 那么同一秒钟之内那是同一个文件名了 所以能在连接一个 ind 随机文件名 对象 比如说从100 让他保证三位数 999 长度是一致的 你不要说就直接随便写一个随机数 那那长度变化 你数据库里边不好控制 如果将来把他存 名证存到数据库里 这就能判断多少长的 四位 两位 两位 这就是八位 十位 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 再加三位 十七位的 一个字不算 点 再连接谁啊 上面当不有后缀吗 但是得点后缀 你看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块 那上传的文件名 我这块就可以怎么写了 我就可以直接 file pass pth 这写错了 pass 连接谁啊 连接这个文件名 就是这个 randname 你看一下 这位咱们上传一个 哪怕我上传同一个文件 你看 刚才是这个 download的这个 添加 上传成功 我再回过来 我再上传一遍 还是同一个文件 跑哪去了 这话 才是同一个文件 再添加 上传成功 这回咱们到这个目录下看 你看 都是同一个文件 那这文件名 你看一下 就可以变成什么了 2010年 10月25日 几点几分几秒 然后.gf 你看这也是 那后边就随机了 所以看这只说 哪天上传 哪月哪日 哪是哪分上传 当然你知道这种格式 这文件名就可以随机 加时间的方式 就行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文件上传的 验证 当然你要简单文件上传 你就写最后一步就可以了 一个拷贝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最好咱们有验证一下 你得不让他随便大小的上传 也不让他随便类型都上传 那有错 我将第一步肯定咱们要退出的 那我都说了 那这样的文件上传 他写起来不也麻烦吗 的确很麻烦 那么咱们下节课呢 会讲文件的下载 讲完之后呢 咱们会介绍 我给大家会写一个文件上传类 单个文件和多数换上传 都可以用那一个文件类 就算你不会这些操作 只要会使用那个类 你就可以文件上传 那会变成非常方便 也就是现在 如果你写一个文件上传 需要二十分钟 那有可能那个两分钟 你就把文件上传也写完 跟他能写成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只要是固定的东西 比如上传文件 都是固定的格式 先限制类型 再限制大小 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完整的功能类 那以后我想用的文件上传的时候 就用这个文件上传类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呢 咱们下节课是 文件的 这有上传吗 咱们还有一个下载 然后呢 下载呢 就比较好弄了 然后咱们上时间 咱们 再解课 咱们就会讲文件上传处理类 然后将文件系统就结束了 最重要的是 这文件上传呢 只要你理解这个整个上传过程 咱们文件上传类呢 才是以后你真正要用到东西 所以呢 教大家在那个类呢 以后你要保存好 以后只要用到文件上传 用到类 能让你时间节省很多 但一些框架里边也会有文件上传类啊 你现在网上也会找到很多文件上传类 但是功能呢 都差不多 写法不一样而已 好 这节课呢 文件上传的部分 我们就继续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出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